穿靴子的猫 老墨房主去世了 只留给三个儿子 一个石墨 一头驴和一只猫 老三抱着分道的猫 为生活发愁 突然猫开口说 主人 请给我一双靴子 和一个皮口袋 我会帮你过上好日子 猫穿着靴子 挂着口袋 来到野地 一只小野兔 钻进皮口袋 被猫捉住了 猫用同样的方法 又逮到了几只鞍唇 猫在此后两三个月里 持续不断地 将抓到的东西 以卡拉侯爵的名义 敬献给国王 一天 国王和公主一起出游 猫让主人脱光衣服 在河里洗澡 他拦住国王的马车 喊 救命 国王认出了他 马上派人救了老二 老三换上国王给的衣服 看上去很有贵族气质 国王邀请他一同游玩 猫跑到前面 对割草的农民说 一会儿你们要对国王说 草地是卡拉侯爵的 国王经过绿草地时 问草地是谁的 农民回答 卡拉侯爵的 猫又提前跑到城堡前 把城堡的主人 食人怪吃掉了 国王的马车 来到城堡前 猫和老三 邀请国王和公主 共进晚宴 国王对老三很满意 很快 老三和公主 就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妈妈问 猫是怎样帮助主人 过上幸福生活的